每当发生火警的时候 消防人员都要冒着危险 深入现场去抢救 但是攸关他们生命安全的消防衣 竟然传出采购弊案 警告单位发现 有经济部标检局的人员 收受厂商贿赂 在检测的过程当中放水 目前涉案人员已经都被收押 台东县消防局的一销 身上穿着今年才采购的新制服 不过这批衣服和中油的房间电衣 以及台电的房间衣 采购出现弊案 警告发现 标检局负责纸品织品检验的检测员 从98年11月开始 以每次检验收取数千 到数万元不等的代价放水 出去合格检验报告 给14家厂商诈领公款 北检周三兵分29路搜索并约谈 相关厂商及标检局人员 共有3人被收押 经济部标准检验局检测员 涉嫌制作不实试验报告书案件 经甲官讯问后 认为被告韩姓 卸姓检测员 及孙姓厂商等人 犯罪嫌疑重大 向法院申请积压均获准 厂商孙华查收押 何鸿卿以10万元交保 而标检局的检测员 韩德镇积压禁件 卸志成收押 中引擎以10万元交保 陈明皇在讯后赤回 而标检局表示 目前案情还在侦查中 但被积压就会被停职 目前这两个积压的同仁 我们依照公务员承介法的规定 可以当然停职的 标检局也表示 其他可能涉案的标检局检测员 也将会调整职务 未来会改善作业系统的管控措施 避免检验人员直接和厂商接触 来全面防堵弊断发生 记者日文 庄志成台北报道